消极会在双倍的市售通路及网路电商购买香草冰淇淋四件、果冻类三件、姜黄粉三件、咖喱粉三件、芝麻粉两件、亚麻子粉一件及辣椒粉类三件 共19件样品,由一件印度咖喱粉检出还养一万 还养一万被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列为一级致癌物 检验测试出来的这个19件样品里面就是有一件是测出有这个还养一万 那它是在这个咖喱粉、印度咖喱粉部分跟它检验展有报告过 那它检验出来的这个是大约是15.5毫克 每公斤15.5毫克 它是超过这个0.05毫克的这个 这个部分它是它定量极限是0.05毫克 那我们测出来是15.5毫克每公斤 那这个部分依据这个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15条 它是有提到说这个食品或食品添加物 如果说有毒或是含有这个有害人体健康的物质或是义物的话 这部分依照同法的第四条的规定 推出新台第六万以上两亿元以下的罚还 那情节重大的话呢 并得命期歇业、停业、一定期间或废止期公司、商业 工厂之全部或部分是登记事项 或者是这个食品业者的这个登录 或是那废止这个登录的话呢 一年之内就不可以再申请重新登录 那我们这一次一件样品有检验出这个还养一万 那它的来源是如何呢 这个部分如刚才检验长所提到的 这个部分的话我们会建议说主管机关 还是要维护消费者的权益 可以针对这个国内相关的这些 有可能含有这个含养以晚的这些商品 或者是这些原料 像辛香料等等 这个部分依照这个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的规定 然后来尽数可以看是不是可以 扩大的这些做一些抽查 欧盟大概从2021年首先是在比利时 他们发现 他们就是在芝麻里面 有发现这个翻养以晚的这个残留 那进一步调查的话 发觉这个问题严重 就是很大雅 各位可以想想看芝麻在你日常生活里面 在哪些食品点心里面到处都有 那尤其是这一些食品的话 它的有效期都还蛮长的 所以欧盟就从2021年开始 在他们所谓的这一个所谓食品 以及这个赤料的快速这个检测系统 就是进口商品检验 那发现真的是蛮多都测到 蛮多都测到 那我们食药署也是很快是在去年 也是在进口的 这一个主要是在一些冰淇淋之类的 这些也有抽测到 那我们在会内自己也有讨论 那时候第一个讨论的问题 是不是如同我们董事长刚刚所说的冰淇淋 当然大家是很关心 但是那个都是在边境前面 我们更关心的是我们国内 我们自己生产的 所以国内几个这个 我们比较熟悉的品台 在前面这边 那当然还有一个哈根大师 这个去做这个是都可以 所以表示在我们国内生产的冰淇淋 当然是可以放心 食药署近来持续在边境进行查验时 检出多国食品有还养一腕残留情形 命中长期接触还养一腕 有增加罹患血癌乳癌的风险 依照目前国内的一个法规来讲 它是不能来做农药的使用的 它是还养一腕是不能来做农药的使用 所以它应该在农药 在农产品的一个部分 农药的部分是不能检出的 那在食品的部分也是一样 那食品经济要求的一个规定的话 它是不能检出的 所以不管是在边境也好 或是在国内的这一个农产品也好 或是我们的食品也好 原则上都不能检出的 不能检出有这一个 淡洋已晚的这样一个检出 那这个边境的检查 检查出来我帮他算了一下 大概有二十几件 二十几件 那这二十几件里面 最大宗最大宗的是泡面 最大宗最大宗的是泡面 那特别是这一个印尼的部分 高档实践 高档实践 所以这个调查 也提醒了我们 对于这个国外进口的 这些食品的部分 我们真的是要非常非常非常地小心 特别是芝麻 香料 还有一些可以添加物的这些东西 那它还有这个淡洋已晚的这个几率 是非常非常高的 非常非常高的 那这是第一点 第三点 那第四点呢 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一次的一个检验 是因为 如我刚才讲的是欧盟的这样子 一年度就有九百多件 被检出以外 那国内呢 只对边境的部分呢 来做一个把关 那对于国内的部分呢 淡洋已晚的一个食品 或农产品的一个检验方面呢 目前是没有在做抽对抽验的 那我们觉得住凡机关在国内呢 对这些事故 还有这一个淡洋已晚呢 既然没有做抽验的话 那应该我们消息会呢 这个一不容止应该做抽验 消息会建议政府演绎抽验 全国相关产品 进攻消费者参阅 也建议业者自行抽验 以确保自家生产的产品符合法规 提供消费者多一层保护 记者温云君台北报道